想世界在四天三夜的釜山之旅中 我收获了无尽的美食 壮丽的海滩 以及特色美景 现在我的旅程还没到终点呢 而是越来越精彩 我满怀着期待和兴奋 踏上飞往冀州岛的旅途 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美好 期盼和探索的渴望 因为我的旅游日记 将陆续记录上了 韩国的第一号世界自然遗产 冀州岛 踏上冀州岛不可不去的东门市场 乘搭都轮到宛如世外桃源 如梦如幻的牛岛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崖岳翼汉潭海边 天地渊瀑布 正房瀑布 设地可知 每一趟旅途 仿佛让人步入了流光溢彩的梦境 大自然和这座城市完美融合 创造了一副绚烂多彩的人间仙境啊 从釜山广义市机场到冀州岛的直飞航班 通常只需要55分钟的时间 冀州岛全称冀州特别自治岛 又叫做丹罗岛 蜜月之岛 浪漫之岛 它位于朝鲜半岛以南 由韩国最大岛屿 冀州岛 以及26个附属岛屿组成 冀州岛是大约180万年前到 1000年前由火山活动形成的岛 又被称作是寄生火山王国 岛内有着不计其数的火山丘 和世界级的熔岩洞窟 以及濒临绝种的洞植物 是一个生态宝库 它被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和生物圈保护地区 成为UNESCO选出的 自然科学领域的三贯网 非常厉害 此外 济州岛还被人们称为 山多 山无 山宝岛 山多是因为石头多 风多 女人多 山无是因为无小偷 无乞丐 无大门 山宝是民俗 植物和语言 从这三个山中 就可以看出济州岛最宝贵之处 一下飞机 想世界就到机场附近 一家著名的姐妹妹馆 尝一尝她家的黑猪肉汤面 说起济州岛著名美食 黑猪肉当属第一位 第二位是马肉料理 然后就是甘薛 相比起韩国的其他地方 济州岛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济州岛黑毛猪肉是一种珍贵的食材 价格比普通猪肉高出三倍 甚至比韩国文明的韩牛还昂贵 这种价格背后的原因 在于它的稀缺性 每年只有七万头济州黑毛猪的产量 他们使用济州岛生产的柑橘 胡萝卜等天然食材 因此没有普通猪肉所具有的腥味 相比之下 济州岛黑猪肉的脂肪不油腻 却有着非常扎实的质地和丰富的肉汁 所以这碗黑毛猪肉汤面一送到我舌尖 我就立马将它解决掉了 吃后感不就是回味无穷 齿颊留香啊 这一趟的济州岛之行 依然由我们这次韩国华业导游Hommers 负责带领我们去发掘济州岛之美 如果你计划去济州岛 亲眼欣赏那些在电视中美不胜收的场景 开车是最佳选择 济州岛的交通非常便捷和发达 宽敞的公路将每个景点紧密相连 其中1100公路是济州岛非常独特的一条道路 从这个空中俯瞰画面 破云见雾就是这条笔直的道路 两侧植物种类繁多 被誉为天然养疤 而更重要的是 这条路上还有一条著名的神秘之路 很多旅客来到这神秘之路 就会把车子熄火 尝一尝这里的其中的奥妙 究竟为什么车子需要熄火 让我坐上车 在车内感受这微妙的一刻吧 我们现在是让上斜坡 它的车是往上踢的 对 往上走的 现在是越走 它会稍微越快一点 其实这神秘之路是怎样子呢 只是我们已经的错觉 那旁边的树木 因为是旁边的树木跟土地 这周围的环境的关系 还是我们感觉这个前面的路是斜坡来的 如果是把旁边的树木啊 土地啊 球拿掉 东西全都拿掉 只剩下这条路的时候呢 它就是斜坡 斜坡来的 所以很多事情是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 没错 果不其然 这个神秘之路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了解它的奥妙 连附近的柑橘摊位 生意也因此待望起来了 所以这个神秘之路确实有它神秘的力量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段故事 这是一篇鼓励性的故事 有个小孩很喜欢画画 但经常被人嘲笑 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 小孩想放弃画画的念头 但是当他在一本艺术书上读到 最好的艺术是通过灵魂表达的这句话后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 画了一幅自己最喜欢的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让别人的评语和看法所左右 这幅画最终被一家画廊收录 他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画家 就在我们这个神奇的路上 勇往直前实现自己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